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肖牛是人类最能吃苦耐劳的六处之一 他坚韧不拔 开拓向前 为民造福 任劳任怨 不怕牺牲的品格 受到人民的赞颂 江传牛原是天上的差使 有一次玉帝派他到凡间拨撒草子 本来挨走三步撒一把 可他走出天门时跌掉门崖 继承了走一步撒三把 一只大地上到处长满杂草 无法进行耕种 于是玉帝就把他在凡间吃草并帮人种地 牛在凡间任劳任怨 劳苦功高 玉帝选拔生肖时的第一个赶来 只因为动作迟缓 被聪明的老鼠抢了先机 他只能屈居第二了 生肖虎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 占有突出地位 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三 有百兽之王的美誉 象征是力量和权力 虎一直受到汉民族的崇拜 认为其为正义 勇猛 威严 老虎天性勇猛 相传源在天宫里当侍卫 最初生肖中只有狮子 没有老虎 但狮子过于凶悍残忍 被玉帝讨厌 后来禽兽作乱 玉帝派老虎下盘平乱 连续打败狮 熊 瓦三大头领 玉帝在他额前刻三条航线祭起功劳 再后来他咬死搅乱东海的龟怪 又在额前架了一树 变成百兽之王 并取代狮子鹿猎生肖第三位 生肖兔行动敏捷 昏顺和灰巧 体态 赫罗玲珑 小巧灵活 善于奔跑 代表兔的地之毛又为桃花 寓意美好和谐 相传兔子和牛本是邻居 上帝选拔生肖时很约好一起前去 但兔子耍小聪明提前跑掉 路上觉得时间还早 就在草地上睡了一觉 醒来已经晚了 牛和虎都跑到他前面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躲在牛角上抢得仙计的老鼠 他就只能排在第四位了 生肖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 高贵 尊荣的象征 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相传最初的龙并没有脚 但能飞天入水 本领高墙 龙虎相征 上帝分别封虎为寿王 龙管水族 征选生肖时 龙为耍威风 请蜈蜈担保相机借脚带在头上 选上后拒不还脚 即没办法就迁怒于蜈蜈 从此成为蜈蜈蜈 从此成为蜈蜈蜈蜈 生肖蛇 抑郁幸运 吉祥和神圣 也象征追求爱情和幸福 江川蛇 青蛙是邻居 青蛙五角 蛇有四只 青蛙轻快 帮人们吃害虫 保护庄稼 蛇好吃懒做 还时常骇人 玉帝砍去蛇的四只奖给青蛙 蛇受法改过 向龙学习治水 造福人类 在选拔生肖时 玉帝看他知过能改 就让他跟在龙的后面排第六位 生肖马具有神采俊逸的形象 潇洒昂扬的身姿 是能力 圣贤 人才 有作为的象征 江川马原来长有双翅 在天上专攻玉帝乘骑 但因性格刚烈 踢死神贵 被玉帝摘去翅膀 压在昆仑山下 后德人大就来到世间 工人拉车乘骑 征战沙场以报恩德 玉帝选拔生肖时 马德众人规矩入列第七位 生肖羊 是清心寡玉 真善美与心态平和的象征 被人们赋予美 祥 人 意 意的寓意 相传远古时 羊在天上为玉帝看守玉田 他见世间没有五谷 人们生活艰辛 于是就从玉田中偷来种子 叫人类耕种庄稼 玉帝得之后发怒将其杀死于凡间 羊血流在地上变成羊羔和青草 从此留在世间与人为伴 选生肖时被众人规矩入位第八位 生肖猴是聪明 进化的象征 也是人们表达增福益手 不贵封猴愿望的祥瑞灵物 相传猴子和老虎是邻居 曾在猎人的虎王中救过虎王一命 虎王当选生肖后 为报答救命之恩 就在玉帝面前夸猴子机灵 在自己不在时也有镇守山林 管理百兽的功劳 持之在生肖争夺中受到玉帝亲爱 有了一席之地 生肖禁欲试着勤奋 守信之外 还代表着新一天的到来 寓意新希望和新开始 具有不断创新和完善 精益求精 努力上进 切而不舍 坚持不懈的精神 是毅力和勇气的象征 极有一副好嗓子 相传他曾请教马 怎样为人类做贡献 马叫他在早晨用歌声去呼唤人们 早早起床 开始一天的生活 选拔生肖时本来直选走兽 玉帝敢于鸡为人类所作贡献 摘了一朵花给他带上 获力将其列为第十位 生肖狗代表着忠诚 警惕和维护 具有忠贞不渝的意义 因中国人一直坚持外援内方 君子和而不同的行为准则 狗便被赋予了权衡敌友 自我质顾 自我恳求和纪律的含义 是超自我的符号 相传选生肖时 狗和猫同时竞选 猫应夸大自己功劳被狗追咬逃离 狗顺利当选 猫返回时只能排在猪的后面 又因之前老鼠躲在牛角上抢的仙击 猫最终失败落选 从此就把老鼠当成死对头 生肖猪来完成十二生肖大结局的任务 就像它的外形一样显示着丰润圆满 在圆滚滚的外表下 有着气量宽广的胸怀 潘后老是没有棱角 无路锋芒 质苦厚道 但于承受 心宽体胖 代表心中坦然无憾 身体舒泰安康 以大智若愚的温和姿态 度过平凡的一生 象征着一种吉祥圆满的人生态度 相传在选拔生肖时 朱自知体分 半夜就起来赶往天宫 但因动作迟缓还是迟到了 朱在玉帝面前诚心争取 苦苦哀求 玉帝最终对他的真心所感动 让他排在了最后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